有民眾要買車當下確認要的灰色 還有兩台庫存 結果簽完約付完尾款之後 夜代竟然打來說 現在只剩下銀色還有白色 就是因為急需用車才會看完 當場下定 蘇小姐接著秀出對話記錄 控訴夜代要他們交籤 催催催催催不停 說這樣才能安裝配件 結果一百多萬都付了 才要他們換別的顏色 質疑簽合約的意義在哪 車商主管道歉說 這位夜代是新人 因為看錯了報表 而且訂車當下 沒有跟任何人確認車員狀況 然蘇小姐的遭遇曝光後 有自稱待過同家車商業代的民眾說 這一切都是話術 不懂為什麼要這樣騙客戶 也有人遇過類似情形 如果不換顏色 說好了贈品優惠 通通拿不到 而原廠則回應的確有缺車狀況 但都會把供應數量明確告知經銷商 現在會積極來協調處理 只是買新車本來是好事一裝 偏偏遇上這種狀況 雙方沒了信任 蘇小姐氣得退訂 更說寧可沒車也不想被迫消費 TVBS新聞陳佑翔 張宇科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請支持TVBS 感谢观看